哈囉哈囉我是雪露露露 這次要帶來的是崩壞新春節道205上半卡池 與天級將軍飛霄一起登場的莫澤培養全攻略 若是這次有抽飛霄或是隻跟鳥 莫澤也是大概率可以一起獲得的角色 尤其更是契合飛霄的機制 因此若是不清楚莫澤如何培養 以及除了飛霄以外的其他拓展隊伍 露露會在稍後帶來關於莫澤的角色定位 即是解析、儀器、光追、新魂效果推薦 實戰配對方向等內容 若還有需要查閱其他角色 也可以在播放清單中去查詢 或是在搜尋欄上打上角色名稱 空格洛洛洛來查看是否有做過的影片 莫澤是四星雷屬性訓練命途角色 基層特性主要是能夠將指定的敵方目標標記為獵物 而後進入離場狀態 當隊友攻擊獵物時會觸發莫澤的附加攻擊 隊友累積攻擊三次後 包含莫澤的終結技 莫澤就會現身並發動追加攻擊 作為先中要先的隱蔚 平時鮮少在人前露面 但只要顯露蜂芒時就會是敵人的死期 這樣的技能組搭配莫澤的人設也是非常搭配的 戰技是莫澤的戰鬥時常使用的單體攻擊技能 示範後會使指定敵方單體成為獵物 被標記的獵物頭上會有顯示圖示 同時莫澤會獲得9點充能 由於戰技和天賦效果聯動 只要場上除了莫澤以外的隊友全數陣亡的話 就沒有隊友可以協助莫澤來觸發天賦 因此這時莫澤也會無法使用戰技 莫澤的核心機制都在天賦 只要場上存在獵物時 莫澤就會進入離場狀態 從行動條上也會看不到莫澤的頭像 因為莫澤此時是消失在場上的狀態 敵人也就等於選定不到莫澤這名目標 因此莫澤就不會受到敵方的攻擊 不過也要注意的是 我方角色若是要選定莫澤來上BUFF的話 也是找不到莫澤的 除非像是隻羹鳥的全體BUFF 或是殺精技能的全體護盾量刷新 這類不需要選定目標的效果 等我方角色攻擊獵物時 莫澤就會消耗一點充能 對獵物造成一次額外的雷屬性附加傷害 只要累積消耗3點 莫澤就會閃現途徑 向獵物發動一次的追擊 這個追擊完迅速轉身的動作 真的是超帥的啦 發動的追擊不會消耗充能 並且由於行機能力的關係 還會再回復一點戰績點 因此消耗完9點充能的同時 莫澤總共可以觸發3次追擊 只要充能歸零 莫澤就會解除該目標的獵物狀態 也會退出隱身的離場狀態 不過要是被附加獵物狀態的敵方目標死去時 這個狀態並不會轉移到其他場上 還存在的敵方目標 需要由莫澤再主動指定獵物 莫澤的普攻一般實戰中 主要是戰績點不足 用來回復戰績點 因此升級上可以放在最後 莫澤的終結技為單體雷屬性傷害 即便莫澤離場狀態時也可以使用 造成雷傷後 也會立刻再觸發一次天賦的追擊 而後再次回到離場狀態 若是終結技發動時已經將敵人擊殺了 後續的天賦追擊 就會再對隨機單體目標發動攻擊 莫澤的秘技為狀態類秘技 類似希爾的秘技 學後會化為一抹黑霧隱身 持續20秒 旗艦內不會被敵方發現 清換角色後就會失效 若是在隱身狀態下主動發動攻擊 莫澤就會從地面迅速來個上勾攻擊 進入戰鬥並獲得兩回合的增傷 解鎖額外能力 手奮彼齒 莫澤在解除離場狀態時行動會提前20% 並於每個波次開始時行動提前30% 能讓莫澤更好的在我方隊友出手前 先行給敵人掛上利物標記 解鎖額外能力 莫豪秀逸 觸發天賦的追擊時可以回復一點戰績點 有一回合的冷卻時間 解鎖額外能力 不折莫甘 終結技傷害也會被視為追加攻擊 因此就能遲到相關的辦法判定 而被掛上利物標記的敵方目標 所受到的追擊傷害也會提高25% 也是莫澤被稱為小兔怕的重要相似效果之一 莫澤的行跡加點順序方面 優先升級兩兩聯動的天賦和終結技 戰技雖然也是主要的輸出和掛追擊異傷的技能 但因為莫澤離場後使用到的頻率並不算多 所以放在其次普攻可升可不升 幸福1的效果主要是影響莫澤的回能效率 進入戰鬥後獲得20點能量 並且在每觸發天賦的附加傷害時額外回復2點能量 加快莫澤的技能循環 幸福2為莫澤在追擊隊出力時的重要輔助效果 獵巫在受到我方角色攻擊時爆傷提高40% 也是簡單直接的數值增傷 因此以搭配飛霄或是其他追擊隊伍時 莫澤的星魂2就算是很不錯的完全體了 解鎖星魂4 莫澤在施放終結技後獲得兩回合增傷 在施放終結技的當下BUFF就已經生效 因此後續終結技的傷害也能夠吃到增傷 星魂6使莫澤的天賦追擊傷害提高25% 讓莫澤在隊伍中的輸出能力提升 星魂效果推薦 星魂1和2對於莫澤來說都是比較關鍵的效果 尤其星魂2更是能夠提供給追擊隊簡單直接的爆傷和異傷 也是作為沒有拖帕時可以先站在使用的莫澤星魂要求最低標準 而星魂4和6主要是影響莫澤自己的輸出數值 可以後面再慢慢補上就好 以氣四件套選擇方面 可以搭配像是永烈、提高攻擊、暴率和追擊後的終結技傷害 由於莫澤自身具備上兩種負面效果的能力 因此也可以選擇死水 若是有再搭配拖帕專屬光追 或是隊伍中還有拖帕或其他能上負面效果的隊友 只要三種負面效果就可以吃買一氣加成 之前有刷到好的大功套的話 也可以給有追擊叔叔的莫澤 最後就是雷套樂團了 屬於是開服版本時期有刷的人比較會有的產物 提高雷傷和攻擊 飾品二件套的部分可以選擇像是追擊能用的都蘭王朝 或是加暴率、追擊和終結技傷害的薩爾索圖 速度超過135時可以吃到攻擊和增傷的蒼蟲戰線 比較缺暴率時也可以搭配巡猎隊友時穿戴的高天神國 一氣主副屬性選擇可以參考表格 屈彈根據面板補平雙暴 因為莫澤技能組自帶行動提前效果 所以鞋子可以選擇攻擊 四元球選擇雷傷 連接神選擇攻擊 副屬性優先考慮雙暴 其次速度、最後攻擊力 莫澤的便面板參考 暴率70%到80%以上 暴上150%以上 攻擊力2800以上 莫澤的五星光追推薦 若是穿死水套的話 可以選擇拓帕招武、煩惱者、幸福者 但通常拓帕自己就要先用 但若是沒有拓帕也有這個光追的話 就會是最適合追擊複色的選擇 另外像是真理生的光追 純粹思維的洗禮 提供增傷、暴傷和無視防禦 也是追擊輸出不錯的光追選擇 科長奢華一點 有抽出個碟影5加1的飛消光追 我將選真追淚的話 莫澤也可以選擇該光追作為奢華選項 效果和真理生的光追類似 平民選擇就是魔力宇宙可免費幹到滿電影的星海巡航 提升攻擊和暴率 又或是抽光追池有可能會歪出的 艷青光追如泥酣眠 提供暴傷之外 在暴率沒出發時 下次還會賦予大量暴率 四星光追可以選擇的就是 許多尋內輸出的萬金由夏威選擇論劍 或是一個殺精很療人的光追 最後的贏家 真的沒有就去幹魔力宇宙吧 莫澤的配對思路 當前最適合的就是和飛霄將軍組成追擊隊 也是近期入坑的玩家沒有脫帕的選擇 這樣在抽了隻羹鳥後 也就有成型度80%的追擊隊了 剩下就看是要補殺精還是零殺 殺殺給喲 而莫澤除了和飛霄組隊外 也可以搭配其他的追擊輸出 這樣可以更好發揮莫澤的追擊異傷 而星光2的獵物所附加的爆傷異傷 也適合用在對戰時一些輸出隊伍中作為輔助-C 但最好也要搭配多動的隊友 加莫澤的追擊才能出發的越快 因此當前莫澤最主流的隊伍 就會是飛霄加莫澤加殺精加隻羹鳥 而若是有拖帕的話 就可以把莫澤的位置換掉 又或是補上殺精讓隻羹鳥行動 使敵人無法攻擊到我方 進而透過高頻追擊快速結束戰鬥的組法 另外的配置也可以像是搭配在雲裡的反擊隊 組成雲裡加莫澤加隻羹鳥加霍霍 也就是將懸裂三月期的位置換掉 莫澤離場時火力也會比較集中在雲裡 總體來說莫澤並沒有取代誰 而是讓組隊的變化和人選變得更多 總體來說莫澤就是當前想玩飛霄追擊隊時 沒有拖帕可以補傷的追擊-C人選 而就算不練莫澤 目前也有懸裂三月期可以作為飛霄的追擊-C 因此屬於是只要有新聞惡理傷時 就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來培養莫澤 莫澤的追擊異傷、爆傷異傷的BUFF 雖然比起懸裂三月期更適合輔助追擊隊 但莫澤的獵物標記 每次敵人死亡後就要重新再用戰徑掛傷 會是一個比較卡手的地方 而懸裂三月期就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因此兩者的優勢和劣勢會根據不同情況而有不同的效益 而若是有拖帕的話 就可以無腦直接用拖帕 省去額外的培養成本 不過四星角色的升級材料也比較少 因此想多多體驗看不同人選搭配飛霄的效果 也是可以稍微拉一下來體驗看看 又或是既有練遠離隊伍 又有練飛霄隊伍的話 這樣隊伍的人選也會有比較多彈性選擇 只要有隊伍能進練起來都是不虧的 最花時間的是在於你有沒有絕度敵器能穿 還是要為了莫澤再重新準備一套 這才是比較需要考慮的部分 以上就是莫澤的角色分析群攻略 希望大家都能更加了解莫澤的養成概念 以及相關的培養方向 有想參與討論也可以加入RORO的Discord群組 或許RORO也會在製作 破壞星球條的一些攻略指南 有想知道的主題也可以留言在下方 RORO會優先製作帶大家需求比較高的 此外直播時有任何問題可以來詢問 製作攻略不容易 RORO想支持RORO的頻道內容 也可以點擊再按鈕鈕來喜歡我們會員 或是點擊超級感謝 讚助我備心來查 最後喜歡這支影片 我是宣布魯伯洛 我們下次見喔